華視新聞臺連續兩個禮拜的 禮拜天晚間八點會有紀錄片 包括這個禮拜天誰是加害者 以及在下個禮拜天的 這個我是戒嚴軍 好 這裡頭就可以看到 韓國的轉型正義是怎麼做的 好 那麼包括臺灣的轉型正義 為什麼一直就是會卡關呢 今天在華視有一場 撫平歷史的傷痕 臺灣與韓國人權紀錄片的記者會 你們現場也請到了許多 去翻閱這個監控記錄的當事人 謝神說法 但是我去看到我才發現 他的資料其實早從1983年開始 就被見到 就是他還沒創辦時代雜誌 還沒創辦 所以可能開始我們有 人民有點想法的時候 就已經被監控了 他從小學 國中 高中到大學的成績單 連成績單這麼細的都有 然後還有當兵時候的兵籍資料 然後當兵時候寫的自傳 然後就有很多是我們其實一直想要在 尋找的東西 就是都發現國家都幫忙收集好了 從監控檔案中 尋找父親身影 鄭竹梅覺得難受又諷刺 白色恐怖時期 維權政府為了牽制人民思想 牽制監控莆田蓋地 立委黃國書就承認 曾經擔任憲民 掀起社會對轉型正義的重視 我們經過這麼多年 我們的這個農學沒有真正的化開 然後我們的這些受害者安夜哭泣 二十二號召開的撫平歷史的傷痕 台灣與韓國人權紀錄片記者會 由華視新聞台台長陳雅玲 邀請國家人權委員會田秋景委員 助長會陳宇凡委員等來賓 一同關注轉型正義的關鍵時刻 面對真相才能尋求和解 韓國轉型正義的經歷也值得借鏡 光州事件中一名戒嚴軍 因為覆命掃蕩 一輩子活在罪惡感中 他勇敢面對鏡頭 告解內心的悔恨 台灣情治監控白色恐怖四十年 隨著監控檔案解密 真相逐漸浮現 誰是加害者 台灣未盡的轉型正義特別報導 請鎖定週日晚間八點 華視新聞台